所以爱欲这两个字要看淡 要有节制 不能够放纵 一定要守住清净平正确 这是往生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佛在经上讲的很多 心尽则复途径 这句话要听懂啊 极乐世界是净土 净土从哪里 清净心变地 我们忍无的心 念佛念得再好 一天十万圣佛号 也不能够伸 为什么 心不清净 跟进途不能产生 相应 随佛号 这经上讲得很清楚 灵敏忠实 一念十念都能够伸 但是他具备什么条件 他心清净 以前不清净没关系 造作很多的物业 真正忏悔 真正放下 别人不知道 没关系 你自己想得 真放下了 真清净了 一念就那么死 这一念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道理在此点 我们要把 这个 爱欲 要把它换过来 对阿弥陀佛爱 对极乐世界有欲望 这个好 我爱阿弥陀佛 我想极乐世界 这个念头一转 就成功了 这是什么呢 这叫待夜往前 真能去 用你是真心 你不是往前 如果我们不能够 把爱欲这个对象 转过来 这往前很困难 果然能够 就把阿弥陀佛 当作第一转 极乐世界 是第一个选择 没有不往前 这就是 弥陀经上讲的 支持明显 支持明显 支持自主 支持不死掉 紧紧地抓住 支持明显 这个人就那么胜 深 凡胜 同居图 行了 就满足了 不要去浩高无语 我到极乐世界一定要上上苹果森 古人唱讲啊 你期望的是上苹上苹 可是你得到的一定是降下来的 中苹了 我们学Oydas 我只要下苹下苹就满足了 什么希望都没有 心清净 往生反而平为高 心里有这个欲望 想往上爬 这个欲望就破坏你的清净心 可能你念佛的时候 你下下评都得不到 不如牢牢实实锁定了 翻身同学徒 我只要到这个地方 我就非常满意 你修学的功夫好 自然往上上升 不要求 求就错了 我求的就是同学徒 说不定往生的时候 他超越了 文文荡荡啊 我已出張 我愿意的 就是同学徒 拳荡荡荡